第一届台中国际动漫节 清明廉价正式展开了 不少粉丝都表示 总算不用在周车劳顿到北部去看展了 这一回除了有漫画 动画 还结合了轻小说 透过更多元的视角 让大家遨游在丰富精彩的动漫世界 除此之外 主办单位还特别准备了 独家限量的周边文创商品 成功吸引了大批的动漫迷 一早就来排队 放眼望去 展览馆外头出现场场排队人龙 即便户外气温仅剩十几度 冷风阵阵还伴随了细雨 但依旧交不习动漫迷的热情 很开心因为 就是来台中读书 然后刚好在台中就不用跑很远 可以不用跑那么远 我觉得还可以 总算等到了国际动漫节 首度遗失到台中举办 不少粉丝都说 不用再搭车到台北或高雄 省了很多时间和金钱 蛮开心的 如果距离近一点的话就会看 各种题材类型动漫或漫画 在这里通通找得到 这回主办单位还结合了 清少说 公仔 模型 音乐 甚至推出游戏 要让大家体验更丰富多元的动漫世界 另外造成台日轰动的鬼灭之刃 和晋级的巨人 知名版权代理商木棉花 也推出限量周边福袋 吸引粉丝抢购 现场除了有国外知名动漫作品 主办单位还特别画设了台湾原创精选特展 由国内知名画家联手展出 清明廉价势必将吸引大批动漫迷前来朝圣 这里是林嘉明台湾报道